她有自己的虔诚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你对那女子可还有情 贵人们长眼 今日城上的有 西角欠杨纸凌玉子料 雕的代垮 这关上香的是火柱 被视为秘国的国宝 还有这班质 还有这玉腰带 还有这个玉 我们行舟常年在军营 用不了这么好的东西 怀仰王在京中也带兵 那姿势不敢 那便是了吗 挑一个 就当是隋王送你的见面礼 王妃太客气了 要不先让行舟试试 看看是否和身在定 这条玉带给怀仰王试试 是 慢着 服侍王爷哪轮得到你这个粗人 让这个丫头去 是 是 王妃看看这个 我看看 王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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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与连家退了亲 其实啊 连家倒也不算什么高门 退了也好 荣国将军的夫人与我是表亲 嫡女才刚刚吉吉 特别地温柔懂事 我约了她的母亲后日投糊 到时候你也过来玩一局啊 王妃 史不相瞒 行舟在珍州有了心上人 她还拿个给我的礼物借花献符 那个是寒香斋千金难求的香粉 就送了那女子 华阳王是看上了哪家贵女啊 不是什么高门贵女 是一位跟我旗鼓相当的女子 因为一些寄缘忌讳 再加上她有自己的前程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那你们可下过礼 可见过长辈 你对那女子可还有情 王爷恕罪 王妃恕罪 都是小的不慎 将这条磕碎了脚 也不敢再让王爷穿戴了 不如今日就先定下您的首饰 回头让我们掌柜的 亲自为王爷挑选 择日送过来 这个侠旁 王爷 王爷 直接认证去吧 这样吧 六男子被接去了先太子府 你把这里布置成了养山的样子 我多置了几顶暖炉 那是你总说山里夜凉 进来可还好 一切如常 那便还是上古之气了 你夫君近况如何 与那日在青州没什么不同 面堂 你还要瞒我多久 你受的委屈我已旗旨 醉行周期你时已以夫妻之名为家 所让你没有选择 我得知这些之后 我整夜整夜哭嘱 我没有一刻不再敖悔 你也没有一刻不再畅想与你重逢的时刻 只是 我也畏惧你会恨我 又或者你会以为我会像他一样 身居高位 会掌控你的自由 会掌控你的自由 面堂 在我心里 没有什么比你的感受更重要 也没有什么 能改变以前的我们 还未道上一句 恭喜陛下得偿所愿 在你面前 我永远都是养山的子虞 子虞 无论崔行周 再怎么可恨 无论崔行周再怎么可恨 你也没有责备他的资格 我离开养山的那一夜 也与你有关 若非你的纵容 芸娘不可能把我逼到绝境 还有她身后的隋王 是她一手挑起了那场 上司夜的战火 杀死了我在西州所有的朋友